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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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旗,首先教人也好 我自己學都好 最主要一定是學懂平衡感 因為如果你沒有平衡感 基本上是無法做大旗的 如果你不懂得去 旗,或者其他 因為去反方向 你不知它會落在哪裏 你就會做不到那個旗 因為它比較看風向 跟著看邊皮的建築物 又沒有 你要作出這個判斷 但是判斷之餘,你走的時候 旗是不可以讓你落 要平衡到它 如果你平衡不到它,它就會落 就會造成 我們會的禁忌 是不可以讓這個大旗落 如果要落 就像別人說過敗的人 他們 打仗的時候,他們有旗 一定是在最前面 帶領軍隊去走 如果你的旗落 後面的軍隊就沒有方向 就跟不上去 所以歐錦天師公說 不可以讓他旗落 一定要平衡到它 首先,我們學大旗 最主要是練好幾個基本動作 第一個最重要的 一定是 你拿在手上 我們的標準 一定要放在腰上 很多衣壓不懂的 就會放到太下 或者太上 就變成 發不出力 所以我們首先要教的 旗底下的手 一定是在腰部份 然後 第一招 通常我們會教你 直接這樣舉上你 舉高這個旗去 這個是我們叫做 入門的最簡單 最簡單的招式 就是不需要你去 圓中的旗移位 然後這次就會教你 放在手臂 放在肩膀 或者放在嘴上 或者放在顏頭上 這幾招是我們入門 你一開始學 一學會如何平衡 我們就會教你 這幾招 做好基本 先打好基礎 因為再下來的招式 你一定要用這幾個基本 去變化 我們學務之人 最主要就是 二禮待人 好 所以我們每一次 開始我們的演出之前 我們都會行這個 敬神或者敬人的禮 才會開始我們的表演 kte漏 真的 你 可以 這個 有 可以 我們 有 其實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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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